中铁公司的营地边 和孩子们一起打水 喝水 喝水 学会了吗 走进普通农户家 看东非水塔下面的人们 面临怎样的缺水荒 你们一家里所有的这个 消费购忙三千多 来到跨境供水项目营地 看中国公司如何把荒漠变成绿洲 我们看到有了水就有了农田 有了农田就有了更多的收入 这样让他们的幸福感也增加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215季 饮水思源中飞禽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这一站继续在非洲 埃塞俄比亚的行程 埃塞俄比亚境内地形 以山地高原为主 平均海拔近三千米 素有非洲污脊之称 但是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个 昵称是东非水塔 因为它境内河流和湖泊众多 水资源丰富 但是由于水力设施的不足 致使水塔下的人们 长期受困于水 在埃塞俄比亚 通常解决水资源短缺 较为直接的办法是打井 但在当地岩石高原上钻出以口 平均深度约为四百五十米的深井 价格非常昂贵 缺水一直困扰着埃塞俄比亚的百姓 早上从市区出发 一直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来到这个拉布营地 到这个地方为止 其实我们看到的最多的这个场面 就是当地的人会用这样的驴子 拖着很多桶的水 或者是女人自己背着一个这个水桶 就到附近的河沟去打水 他们当地人打的这个水 是从哪流出来的 是从哪接出来的 因为我看到他们那拿了一个管 挨着一个个的在接水 这是因为附近 是我们中国中铁的营地 然后因为我们驻扎的地方 都会挖一口井 然后不仅给我们自己用 也会给当地人提供干净的水 那这一线路下来的话 一共有多少口的井 大概一百口左右 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这些井 2012年 我们入住进来之后 我们开始挖的井 我看他们当地人 就是拿着一个个的在接水 我们过去跟他们聊一下 胡锐告诉我们 以前他们都是去附近的山上取水 每天来回打水 就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 水质也没有保障 而现在从家里出发 只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来到这里打水 你好 我看您刚才用这个水管 一直在打水 您是住在附近的村民吗 您家里在哪儿 您家在哪儿 您家在哪儿 你家有多远 就在这个附近 那您今天带了几个桶过来 有几个桶 十个桶 那您是用毛驴驮过来的吗 是不是每天都要到这儿来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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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来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水管 可以接到干净的水 你才拿这个水管 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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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年前的时候修了这口井是吗 对 胡瑞告诉我们 他所在的公司和中国铁建联合建设的亚籍铁路 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的首都 这是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 在建设过程中 为了帮助铁路沿线村民解决饮水难的问题 中国中铁的建设者们采取派水车送水 把营地的水管接到外面 方便附近的村民取水 在有条件的地方 免费为当地村民打井等多种方式 帮助这里的村民解决用水的难题 他告诉我水龙头在这个地方 他很了解这个情况 他说到这个很高兴 虽然我没有不太明白 他刚才说的就是什么 他非常高兴 因为现在可以每天都从这里打水 这个水收费吗 是免费吗 是水费吗 是不是24小时都可以在这儿打到水啊 他可以拿水24小时 他可以拿水24小时 他们可以拿水24小时 有了这样的水之后 对你们的生活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胡瑞说 这个饮水点是离村庄比较近的一处 在亚基铁路沿线 还有很多饮水点离村庄很远 村民们要赶着毛旅车或者马车 走很远才能到取水点取水 为了更加真情地了解当地村民缺水的情况 胡瑞帮我们联系了一位精通中文和当地语言的向导 和我们一起驱车来到了另外一处 中铁营地旁的饮水点 这里打水的孩子 就是刚才您跟我说啊 这些孩子就是家是在那边 但是他们都那么小 我目测一下他们的年龄 可能最多也就是在十岁左右 那他们是怎么把我们面前的这一排桶给带过来的 一个童银打过来 自己打过来 自己拿过来 你多大了 好大哟 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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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上他的个子应该这群孩子当中最高的 应该他是这群孩子年龄当中稍微比较大的或者是最大的 取水点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中铁公司的营地 营地的工作人员空闲的时候 也经常过来帮着孩子们一起打水搬水 一来二去 很多孩子都学会了一点简单的中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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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好多小朋友都会说 谢谢 谢谢 你好 谢谢 喝水 水 喝水 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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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No, stop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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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吗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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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打水的孩子每个人都带了至少三四个水桶 周围是他们的马车 向导说 有的孩子打完水等着父母来接 有的则是自己煎完水 有的则是自己煎完水直接赶马车回家 看得出孩子们的动作都很熟练 这一个桶有多沉 他们自己应该不知道吧 25升 哦 他们知道 你怎么能拿得动呢 他觉得这不重啊 他觉得这不重啊 他才12岁能拿得动啊 但是我看在这边所有打水的全部都是孩子啊 你们爸爸妈妈呢 爸爸妈妈呢 爸爸妈妈呢 爸爸妈妈在家里面 妈妈 没有 在家里面没有 就只有妈妈呢 采访中我们提出 想跟随其中一个孩子阿比尤到他的家里去看看 其实我刚才尝试过提这个水桶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是根本就提不动的 但是那个孩子可以贴这样的一个桶 坐那边跑过来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走 这个马车 这个马车 来 我们一起 阿比尤答应带我们一起回家 我们帮着他装好水之后就登上了他的马车 走进普通农户家 看东飞水塔下面的人们 面临怎样的缺水荒 你们一家里所有的这个消费够吗 三千多 来到城市居民家中 看中国公司如何把自来水送到千家万户 三大直接可以这样接了就可以喝吗 我也可以吗 没有问题 远凤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215集 饮水思源 中飞禽 正在 去往阿比尤家的路全都是沙石路 阿比尤说 每隔两三天他就要来打一次水 每次都是你自己出来打水吗 要打四桶 那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陪你一起来呀 你们家里 除了爸爸妈妈之外 家里有几个孩子 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为什么不出来打水呢 他们都在哪儿工作 有学习啊 还有那个 我们还有工作 有在上学的 有工作 我刚才跟这个孩子在聊天的时候啊 我就说每天都是你自己来提水嘛 他说对 这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我就跟他说我想看一下你的手 所以刚才在他把这个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摸一下他的手全部都是碱 尤其是这个地方非常的硬 每天都是你自己来提水啊 但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干燥 只要是旁边有这个把车或者是车辆走过之后 我们就会下意识地用手去捂住自己的脸和嘴 因为这个地方的风沙太大了 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几乎都是瞇着眼睛 并且是闭着嘴 害怕这个沙子进到嘴里 像这样的环境我看这个孩子特别的适应 他在整个跟我说话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的自然 他不会像我们一样 阿比游说他现在上小学四年级 平时一般在放学后来打水 每次打四桶水回家 这些水就供全家人饮用洗衣服和洗漱用 坐着马车走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阿比游的家 这个水有五十斤重 特别沉 我拿着飞行单的那孩子 拿着那个水桶跑得还挺快 我实在是拉不动 这个是你哥哥吗 要兄弟吗 这是你的家 有红 这个就是他的家是吗 这是他的家 这是妈妈是吗 妈妈 你好 你好 阿比游家的房子很简陋 但是就在这个简陋的房子里 一共住着他的妈妈哥哥在内的全家八口人 这个房子是不是妈妈在家里建的 你能带我去您的这个家里看一下吗 妈妈很热情啊 门灯所以靠天光 所以我们进到这个房间来之后 就是会觉得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这是什么地方呀 看一下这个卧室 在这堆了好多的桶 往里看就是全是水 应该就是前两天打回来的水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在埃塞 然后进到当地人的家庭当中 所看到的煮咖啡的器具 然后这个是有客人来的时候 就会拿这个杯子 然后请大家喝咖啡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床 晚上你们如果没有电怎么办 产量也不高 家里饲养的牛羊鸡等家庭家储 也只是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编号05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项目呢 大概有24口申请 那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 从0到24的编号 这是第五个编号 第一口在哪 第一口就在前面 在那边 对 五和四中间的距离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的 相隔是一公里 对 每隔一公里就会有这样一个 深水 深井泵站 杨波告诉我们 这里属于亚里斯亚北巴士 深井供水第三期项目 设计供水量为每天7吨 满足约13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 杨波说 与之前的项目 当时这里的施工难度 远远诸乎预料 在平均深度是 我提到这儿来先做勘探 然后知道这儿有水源了 才能打下去这个深水井 对吗 我们看这口井 它封闭在里面 它有一个深井泵 就是在水下 在井下面 大概200米到300米的地方 有一个深井泵 把这个水经过这个水泵提升到泵站 一级泵站去 然后在这个水场 再做消毒的处理 处理完成了之后 然后分了三级提升 把它提升到亚里斯去 那所有的提升的海拔高度 超过500米的高度 那我能不能理解 就是其实水源地的 这个地是相对低一点 对 然后这个水要一层一层的 就根据它的地势 对 然后再到亚里斯亚北巴 甚至是其他的地方 就是说简单说 就是这个地方 比亚里斯的海拔高度 低了500多米 它是通过三层的泵站 把它提升到四区去 共去密室 整个第三期项目 一共有24个深水泵站 每一个泵站都要把水 提升130多层 到200多层楼高的高度 然后再输送到居民家中 所以听您这么说 我们知道 就是在埃塞尔比亚这个地方 虽然水源非常的充沛 但是在这里水会更加的珍贵 对 因为它的那个水 就是大量的水 它没有一个适当的方式 进行储存 所以说它每年 它的降雨非常的充沛 但是它的季节呢 又分成雨季和旱季 那一到旱季呢 就是地表水会严重的缺乏 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些河流 蒸发量很多 一个是蒸发量多 一个是它的那个落差特别的大 它的水不能够储存 所以说它的水大量的 就是一部分是蒸发了 一部分是流到其他区域去了 那还有很大一部分呢 就是渗透到地下去 所以说这里的地下水的 运藏量是非常丰富的 供水项目中采用的都是 中国技术 中国标准 几乎所有的材料 设备 控制系统也都来自中国 中方还对埃方人员 进行了技术培训和指导 现在项目已经移交给了 埃方运营 我们是从军地海外 从2009年开始 我们一块工作一起 中地海外的供水项目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是不是有了会有了极大的改善 那接下来还会不会有 继续合作的意向 埃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自2014年12月20日 全线通水以来 供水系统运行非常稳定 埃塞俄比亚政府 对中地海外这个工程的质量 非常满意 为了能真切地感受到 水给当地居民生活 带来的变化 我们随向导来到了 城区之内一位 普通的住户家 这进来之后发现 好像这个院落特别的挤 而且它其实还是 挺原始的那种房间 你看 这好像应该就是泥土 或者是牛粪加上草 然后堆成了一个房子 你好 你好 谢谢大家 其实您带我来的这个地方 它是几户人家 那还是这是一户人家 是一个大家庭是吗 那都是什么样的关系的 你们是兄弟吗 他们是这里住的 每个月付钱的 就是他们是在这租房是吗 那房东呢 房东是他 房东 哦 你是房东 对 他是房东的孩子 房东的孩子 然后那像他们呢 我们看到后面 还有很多漂亮的这个小姑娘 那他们都是住在这个地方 是租户对吗 对 哈布汤姆告诉我们 因为家里已经通了自来水 用水比较方便 所以家里的房子 很容易就租了出去 而在五年前 这里的居民用水 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他们这个区域以前的时候吧 在不同的区域 就是自来水的管道 没有进去之前 因为水量很小 所以说政府呢 在他们这个不同的区域里面 是设置了一些 公用的取水点 然后呢就是政府的水车 会定期给这个 公用的取水点送水 然后当地的居民呢 他们是可以在取水点里面 去取水 但是很多的小区 可能之前都是这样的 那多长时间会送一次水呢 那每天都会送 每天都会送 那如果是像在五年前 那个时候送水的时候 水够喝吗 就包括你们的饮用水 包括生活用水 他说水有 可是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水很多 可是那时候我们有少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 那个少水 就是说水特别少 所以那个时候水非常的珍贵 然后先满足自己喝的 然后剩下的要节约一点 是这样吗 对 但是我们刚才一进门的时候 你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院落当中 挂了很多洗过的衣服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就能闻到这个衣服 洗过之后的那种清香的味道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水资源很充足的 所以他们无论是生活用水 还是饮用水都够 对吗 我能看看你们的这个水管吗 如今中地海外的供水项目 直接把水送到了家里 无论是饮用还是洗洗涮涮 都不用再为水而发愁 在这个地方 我正好洗个手 这个水是不是这样接了之后 就可以喝 它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吗 那我们的水 直接可以这样接了就可以喝吗 可以 我也可以吗 可以 没有问题对吗 没有问题 好 那你们平时如果渴了 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也会这样接起来 像我们那样喝 好 可以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 我看到好像就是在这个里面 住了好几户 嗯 嗯 在这里面大概有多少的人 大大小小的 孩子还有大人 15 16个人 15 16个人 然后是不是说所有的人 他们的取水都是在这个自来水管道 都用这个 都用这个 是 有了这个水之后 是不是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 这些人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生活改变了多 我们的干净水 有时间 如今 如今 这里的居民不仅有了充足的生活用水 而且由于经过了严格的消毒杀菌 水质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 用水的价格也非常便宜 像哈布汤姆的这个小院里 一共住了16 7个人 所有的人加起来 一个月用水的费用是70到80比尔 相当于人民币20到30元 便捷安全的自来水 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来到跨境供水项目营地 看中国公司如何把荒漠变成绿洲 我们看到有了水就有了农田 有了农田就有了更多的收入 这样让他们的幸福感也增加了 水源地旁的农田里 和农民一起感受丰收的快乐 28万 就是目前为止 所以这个水池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215集 饮水思源中飞禽 正在 向导告诉我们 目前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底斯亚北巴的总供水能力 为每天54.5万吨 其中由中国的中地海外 埃塞水物公司承建 并投入使用的供水项目供水能力 就达到每天25.9万吨 目前再建的两个项目完工后 可以再增加供水能力每天9万吨 占到整个亚底斯亚北巴供水能力的一半以上 除了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进行供水 中地海外还成建了一个 从埃塞俄比亚向邻国 吉布提的跨境供水项目 在向导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 和吉布提两国交接的一个项目工地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库伦地区 刚才经过一路的电波 三四个小时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的画面几乎都是一样的 低矮的 成群的灌木丛 还有大小的龙卷风 随时扬起的沙尘在空中蔓延 以及偶尔才可以看到一些 灵性分布的房屋 所以这完全符合了很多人 对于非洲的印象 酷热 干燥和缺水 于公我就想问您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 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的 跨境供水项目水源地会设在这 你看见没有 咱们现在主站的位置 是一大片洼地 三面环山 山在哪 这边特别是咱们这个东南边 是咱们的苏玛丽高阳 这边水源地地下水很丰富 于仁志是中地海外集团 埃塞俄比亚水务专业化公司总经理 他在埃塞俄比亚 从事供水工程项目工作 已经有11年的时间 所以当时也经过前期的勘探和考察之后 就把这个前期的水源地项目 就设在这个地方是吗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前面施工那儿吗 对 吉布提是地处非洲东北部 亚丁湾西岸的海滨国家 境内没有一条常年流水的河流 水资源非常匮乏 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 目前水源95%以上取自地下水 由于受海水侵蚀的影响 地下水是盐分较高的苦盐水 饮用水水质很差 而中地海外集团建设的跨境供水项目 就是要把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优质水源 通过长距离管道输送到吉布提境内 解决吉布提人民的用水问题 使吉布提供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 这个项目是业主方是吉布提政府 他向中国政府申请优惠贷款 而是政府无偿提供地下水资源 中国公司作为总报方 应该说这个项目是使用中国资金 采用中国的产品 应用中国的技术和标准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跨境供水项目 于2015年3月30日开工 在2017年的6月30日已经完工 并开始向吉布提供水 我们设置组到的时候 项目还在紧张地进行中 但是已经开始让沿线的居民受益 看到这样的洁净的水 真的心情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水是发甜的 最确实上它还很热 它不是从地下打出来的水吗 地下600米 新的地方取得多 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那这个井是什么时候打好的 这个井有1年多了 1年多 那帮我问一下他们 在1年之前 他们从哪儿取水 喝水还有生活用水 从哪儿来 他们以前要到很远的地方 大概走路要三个多小时 走路三个多小时 解决沿线居民的饮用水问题 只是很小的一方面 丰沛又干净的地下水 正在慢慢改变着 曾经干燥又缺水的 非洲大陆的面貌 走路走三个小时去取水 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你们当时知道这个地方有水井 可以取水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开心吗 看到干净的水 他们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兴奋 感谢这个政府 也感谢中国人 其实这个跨境供水项目 我看不但就是可以解决 几步题的供水 最重要的是 也解决了他们的一部分供水 你看一年 一年的时间 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到这儿来取水 所以刚才我们往后看的时候 你看又看到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水桶 全部在后面 这些应该全部都是过来打水的 全部都是水桶 对对 是不是说像这样的事情 很经常遇到 虽然我们看到的时候很好奇 但是您看到的时候 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 就在水井不远的地方 有一条一米多块的水渠 水渠的远处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 在一片酷热干燥的黄土色 荒漠包围下 显得格外显严 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 顺着这个水井的方向 这儿有一条水渠 这个水渠是你们挖的吗 这是当地人挖的 当地人挖的 为什么要挖这条水渠啊 流到哪儿去啊 就是因为咱们在这个打了清之后啊 有大量的水 他们想利用这个水来种一些地 以前吧 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牧民 放牛放羊 竹水而居 对 现在有了水吧 他们也尝试了种一些蔬菜 包括西瓜 那听您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没有这个水渠的时候 那边是没有菜地的 没有的 没有田地 没有田地 没有种植 那是什么 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在我们这边那一片是吗 是沙地 对 他们就坐着在这里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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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农田 当地的农民正在忙着收割洋葱 你好 我怎么称呼您 你好 我怎么称呼您 我说完 我看您现在在这儿 您在这儿做什么 是要负责看着工人收获吗 我们见到了这片农田的主人 飞洒哈桑 我一个人在这家 特别是农场 农场的面积有多大 所以我割了一些部分 然后全部都在这里 因为有六公顷 六公顷 全部种的都是洋葱吗 全部都是洋葱 对 听哈桑说 过去他们只能依靠雨水 种一点蔬菜 产量很小 如今 从泵沾饮水 上半年种西瓜 下半年种洋葱 水 水非常的重要 而且刚才我们也是顺着那个水渠 一路走过来的 我听说原来没有这个水渠 之前是没有这个土地的 对吗 27岁的飞洒哈桑 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两年前 听说中国公司承建的跨境供水项目 会经过他们这里 他就和六个合伙人 一起在这六公顷的土地上 开始种植洋葱和西瓜 因为有了稳定的水源 所以他们的收成非常不错 以前是等雨季到的时候 他们会种一点玉米 就是在雨季的时候 就是雨季才有 旱季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您这个是往外卖吗 这个能不能增加家里的收入 他非常开心 现在不需要靠天来种地 不需要靠天石 现在因为有这个水源 他先是种了西瓜 然后挣了有一万五千美金 然后他又种了洋葱 然后又卖了三万美金 他从来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重处的水 然后他能种这么多西瓜和洋葱 能挣这么多钱 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迹 奇迹这个词用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除了我们眼前的这一片 哪一片还是您家的土地 能跟我们指一下吗 听哈桑讲 我们来到这里是 刚好赶上洋葱成熟的时候 现在在这个时候正好也是收获的季节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工人在那边正在挖洋葱 让他们教我们一下怎么挖洋葱好吗 洋葱是埃塞俄比亚人最常吃的蔬菜 在当地种植面积很广 我们来到正在劳作的村民旁 想看看他们如何挖洋葱 你看挖出来之后 比一下这个个头算是最大的 算是最大你看比一下 其他都很小 它比我们在国内见到那个洋葱啊 个头要小一点 要圆一点 但是颜色就没那么紫 是啊 这里的洋葱就是块头都是比较小 因为国内的土壤更北沃嘛 我们看到这里非洲的土壤都是一些沙土 它的就是营养成分不足 然后水的资源的供应呢也不充分 所以说我们看到它块头比较小 但是味道还是很不错 味道 您尝过这种生洋葱 这样就可以吃 听杨波说 新鲜的洋葱外皮比较薄 里面肉质比较厚 而且水分较多 还好 我真的觉得还好 因为在国内吃生洋葱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的冲 你会很难下咽 但是我刚才吃这个洋葱的时候 我会很担心它熏到我的眼睛 会很辣 但是它比我想象当中要甜 水分要大一点 你们一般在这个地方是怎么吃洋葱啊 听翻译阿里说 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洋葱 它也是应急辣必不可少的配材之一 而这片土地上的土壤也非常适合种着洋葱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水源 才让原本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 才种出了这么多的洋葱 才让农场主有了这么多的收入 将地下充足的水源开采上来 给这片刚旱的土地带来了生机 也让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变 听哈桑讲 他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那是不是像他们这样的当地人多吗 基本上在我们的每一个景 就是周围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呢 做了二十八年级 然后呢就是 我觉得以后的项目的拓展 我相信就是我们跟埃塞政府的合作 会更加地说 这样的情况呢 我想不单是在这里 在埃塞的其他地方 我们还能够看 都说水是万物之源 在非洲这片干涸的土地上 我们对这句话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一带一路倡议 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机遇 也为埃塞俄比亚解决了用水荒的困局 因为有了水 过去收成残难的土地上 逐渐开始硕果累累 原本贫瘠的土地开始变得肥沃 曾经的荒漠开始慢慢变成绿洲 非洲大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地面 这个跟主地的关系 里面 都是有充滞稳的 突然能当他的 有充满的 仍然就是 金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以后我发现你们两个之间的情谊是在合作当中一点点资深出来的 到现在已经是好朋友了 走进哈勒尔 探访千年古城的独特风貌 漫步小巷 感受这座城市的古朴韵味 谢谢 刚才过去的那位女士看到我一圈之后跟我说非常变了就是这样的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第216集 走进古城 哈勒尔 敬请关注